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新春特别节目 我是尹乃金 今天请到这个好朋友图书会 一起来跟我们在大年初四的时候 跟他在飞碟午餐聊天 听歌哈喽阿图好 对各位大家好 新年快乐哦 新年快乐啊 初四然后就 初五就开市 然后就上班了嘛 不过那个 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段期间就是等着开市的时候 好像就是 祈求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 那个大发几乎是每个人都这个愿望了 对其实是啊 我问你你有去过那个 那个指南宫 指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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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过吗 去过去过 对对对 然后你那时候是去求发财金吗 呃他其实是求 是可以求发财金 对对对对 有去求就是去 呃我去过几年啊 就是去那边 真的啊你去过几次啊 对我去过几次 哈是哦好好玩啊 然后呢 那不是很多人吗 非常多人啊 嗯对 啊这主要是求发财金 他就是要进去里面 拔贝啊 嗯对 就是看你拔几个 他那个程序 程序是怎么样 他的程序就是 基本上你就去那边买他的 呃挂金嘛 嗯嗯对 然后拜拜 然后之后 你再进到他一个比较小的地方 那边就挤满了非常非常多人 去求发财金 然后你可以值六次 嗯拔贝 拔贝六次 然后你如果 拔什么 就要问什么 他是这样就说你最多借六百块 但如果你如果一次 那最多只能借六百块 对对对对对 是真的台币的六百块 对他会给你六百块 如果你那你就是拔贝 你如果一次就是 那你就是那个想贝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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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的时候 你就去那边跟他讲说 借六百块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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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 保了两次才 才是那个胜贝的话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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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esos啊嗯嗯 conclus 嗯嗯Что 就这样子啊哦对哦 entire муз 所以他真的是最多只能借六百块 对他借六百块 所以他这样才能够控制他的 否则的话不得了 对 那要讲说我借这个钱是要去干嘛吗 不用 没有啊不需要啊 是你心中心中跟他讲说你要求发财金 对然后就是跟神明借发财金 对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吗 通常大部分人都会在就是过年前后去 哦这样子啊 对因为你就是希望来年 他是一个一个丰收的一年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会你会在就在大概过年前 有可能是新历年或是旧历年 看你自己就是对习惯 但是通常基本上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去 什么时候想借都可以借 对他是一个非常像企业化经营的一个 呃借钱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我去那边 因为你这个是自由新政嘛 比如说我宝贝一次 我就跟他说我可以借六百块 然后他就给你六百块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张单据 那你下次你下次可以去还 去还金就是还愿啊 就是我们一般民间习俗就是会还愿嘛 那还愿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你就把这张单子拿去 然后你看你要还多少钱都可以 你可以还六百你也可以还八百 你也可以还一千你可以还一万 你可以还两万你会还六十六万 看你自己 我看那个呃我看有人那个新闻上面讲说 有人借了六百块但是他还了两百九十万 对 比我六十六万 我没有我没有还过六十六万 我觉得这个那个这个金额是有点恐怖 有没有什么借六百还六十或什么的 哇借六百还两百九 为什么呢 这个都很少数啦 说真的对对对 大部分可能都是还比如说 会多一倍嘛 六千 六千 或是多十倍 六万 六万就算很多了 六万就算很多了 那拿来之后呢 就是比如说假设他是真的要投进去吗 假设说我去买股票 我就把这个钱放进去 这样子对不对 通常的做法会是这样 一定要用吗 就是一定是要真的那个钱放进去吗 还是就说反正我 因为我今天在银行里面 好随便好 我随便乱讲 假设我买一个六十万的这个股票 这个钱一定要存进去 那你怎么知道他那个钱一定有在里面 你就存在大数据里面 这就是新嘛 就是新印嘛 就是说我们的新印是 我们希望是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 那我们可能就把这笔钱存在 你的银行里面 银行账户 证券账户里面的银行账户里面 让他去扣款嘛 OK 通常会是这样做 对 好 那因为我好好奇哦 那个就如果说你借了钱之后呢 然后没有那个做任何的投资 那就纯粹是去 纯粹是去闹 通常 通常一定会 通常不会有人这样子 对不对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就是国人 我们这个国家 国人在面对神明的时候 其实都是心怀敬意的 对不对 通常不会去那边什么 不会像我这种什么去瞎闹 或者那你就无聊的去借个六百块来 通常不会是这样子 这样子乱搞 对不对 我觉得你会想要去借 一定是你对他是有一个信赖感 你是有信仰的 你才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等你回来时候你也会很虔诚的把这笔钱放到你该放的地方 对那如果如果说因为我其实不可以欺神明啊 对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不想再借的话那没有关系啊反正你还了就还了就还了就结束了嘛 对你说你去了几次哦 好几非常多年前哦真的好有趣哦对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我先的关系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去那其实那个就有点像是你去庙会的感觉就是过年前好想去赶庙会的感觉就是你用这样的心情去你会觉得很轻松哦对就是赶庙会嘛赶庙会带点东西嗯敬拜神明那带点东西过去表示一点心意对表示一点心意然后再回来带点东西回来对就并不是说呃真的是事业上碰到 一些什么样的很大的一个困难那种心情感觉就不一样就对了嗯嗯我现在如果说我去借的话呢我要投资在哪哈哈哈哈投资在你觉得你最想在这上面赚钱的地方哦真的哦对你看我这有没有有没有很瞎哎去借了那这样那投资在哪里呢完全是一整个没有投资的方向然后枉费我认识他读这么多年然后我从那个呃最近才做了一点投资啊那我之前的时候我想哎 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就我就是一个不会投资的人然后我所有在什么股票的投资啊什么都是由阿图来这个负责这个操作就人生有这种好朋友就你就是我的钱母哈哈哈哈你就是我的子男公哈哈哈哈这还是蛮棒的哦所以哎蛮有趣的哦对而且我看很多的这个名人啊他们都有去拜像什么何丽玲啊白冰冰啊 大家都有去哦大家都去所以哦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的不过我觉得就是像阿图讲大家有时候就就是当作是一个就是精神啦心意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是有一种正面的力量有没有就是你你你希望你希望能够达到你呃的新年新希望的时候你可能在每个每个地方你都做这些事情嘛你可能在头上你也更积极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嗯好那你 你可能在呃在那个在这上面就是你未知的地方你也愿意去做一点嗯祈福对那这就是一个祈福嘛就是我们心诚则灵的嗯这种想法那你要去做啊重点是要做对呀好有趣啊好我们呢呃先来听一首呢放轻松的歌哈哈哈这苏惠伦今年是不是今年是不是今年在哪里那跨年的时候呢就没有想到呢苏惠伦唱这个 Lemon Tree啊是收视率最高的一段他就是他在我们的年轻的时代嘛啊这个苏惠伦就是个小清新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苏惠伦唱的Lemon Tree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颗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穿着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说呢Lemon Tree当然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的时候的歌嘛啊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他究竟是老歌还是新歌呢因为你们应该从来都没有听过是不是山芸你没有听过Lemon Tree吧 啊有吗真的吗超经典有听过吗跟你讲讲很好玩这个YahooTV呢他在过年的时候他就录那个过年的特别节目嘛啊然后就要我跟这个赵仙唱歌啊啊我们只会唱老歌啊就挑来挑去呢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然后还有一首就更老的歌啊就跟赵仙说哎真的太老了啊我们呃挑一点就挑一点新歌嘛其实也不是很新啊然后我们就合唱那个呃万芳跟五百那个爱情陪西坠就新一点嘛是不是啊就新一点之后呢那赵仙呢就唱他的这个招牌歌就是思慕的人啊赵仙台语呃讲得很好 然后呢他声音很好就是那种中音啊他一切爱可以很低就声音很好他唱很好听然后对我们的那个雅虎的小朋友来讲他完全没听过他也不知道红一封谁我说那就是新歌了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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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 流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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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往前走 对阿图其实原本一点都 我们是大学同学 辅大大传念新闻组 阿图呢一点都不想打算 念这个新闻 他没有要从事大众传播的这个兴趣 纯粹就是填志愿的时候呢 他姐姐就说了一句说 那辅大大传系还不错 所以他就在 我们已经是先考试后填志愿了 当然跟后来的现在的这个变化 现在的变化是已经很大了 但是那我们那时候是第二届 以前那时候都是 你考试前先填志愿嘛 然后就靠这大学联考的分数来分发 那我们是已经是 考完是拿到成绩单之后 再填志愿的 阿图的志向呢非常的明确 就是他都是要念商 对不对 那就唯一就填了一个辅大大传 然后新闻组 我们那时候还不叫新闻组 叫做语言文字传播组 好饶口 语言组 那所以就就就就落到这个 就落到这个语言组来了 大传系语言组来 所以我们这个大学四年的时候呢 阿图你就跑去修辅系 去修辅系 系管辅系对 所以他 其实他对于在大传系上呢 上了些什么课哪里老师 他其实印象很淡 他有的时候就说 啊我们有修过这个课吗 我们有修过这个老师的课吗 完全没有什么印象 很混的学生 但也就毕业 诶那时候 所以我讲人生很多事情 其实就很难规划的 不过你去修辅系 是很明确的 就是自己对那方面有兴趣吗 对我真的是对这方面是比较有兴趣 你为什么会对商有兴趣啊 小时候穷啊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因素 我们小时候也穷啊 但是没有能力念 我数学呢烂透了啊 我数学真的是烂透了 所以我呢 可是我的运气完全就是纯粹性运气 好 这个大学联考的时候呢 数学考的太高分了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 大学联考的数学的高标 因为我实在是考太好了 是不是25分 没错 天哪我竟然记得 没错 我们数学呢 高标呢25分 我呢考了40多分 非常的高分 然后呢 所以那时候 不是有那个导航基金会吗 我已经忘了 导航基金会现在 我不知道不是我忘了 我不知道导航基金会 现在还在不在 那大家就会去找那个导航基金会 去算一下你的落点嘛 那我们分数都是高过 这个大船系啦 我们这一届很不止我们班啊 就很多 我们这一届三个组里面 很多呢都是高过大船系的分 像那个廖世瑶 广告组那个廖世瑶 他的分数是 台大 台大 没有他不止哦 他的 他是我们第一类组的 全国13名 然后呢 真的真的 他好厉害 他第一支援呢 填福大大船的广告组 那时候就叫广告公关组 黑广告组 对我们班最高分的那个景洪 王景洪 他也是啊 他也是台大的分数啊 反正我们这一届呢 就很多人都是分数很高啦 这也不是要宣扬什么 那但是有点这个味道 无论如何 好那时候呢 就找那导航基金会呢 就算一下那个落点嘛 我通通都是商学院 对都是商学院 哦因为你数学分数高 那我数学很好 然后就加 有优势 就加权嘛 什么 那时候是叫什么 中心法商吗 对中心法商 然后成大啦 什么那正大那种太高分了 我大概没有办法 那就是我的总分没有那么高 但是就是都商学院 我一个都不敢填 我一个都不敢填 然后呢 然后呢 要填那个像什么中央大学 英文系啊 或什么的 那我爸就觉得说 干嘛就不要住校 或等等之类的 然后也不要去念那种什么 什么正大 或什么那种哲学系 然后就扭扭的 anyway 总之呢 我一个都不敢填 然后呢 我就立志 我立志呢 我考完这个大学之后呢 大学联考以后 我再也不要碰数学 然后我就做到了 这种事情也容易做到 所以我们大学 心想事成 有志者事进成 对对对对 这个这种心智呢 比去拜那个子男工 来的更强烈 然后呢 所以命运想要 掌握在自己手上 对对对 你这个朋友 完全是在那个 这个鼓励同学怠惰 然后我们大学的时候 不都有那种 必选修的课啊 所以就没有去选 那我们那时候 都选那什么资讯 大部分同学都选 那种资讯科学概论嘛 那时候都还是 早八 我只记得是早八 什么叫早八 就早上八点的课啊 大家都起不来了 到目前为止 这点是我们现在跟 现在年轻人 可以接轨的地方 就是早八都起不来 就是大家都选 那种资讯科学概论啊 就电脑 那种很基础的嘛 那叫什么 那时候是选什么 basis是不是 我就没有选啊 我就选那种艺术新商 就觉得千万不要碰这些东西 所以对于理财那种 对数字 我对数字 就一点概念都没有 就 所以你就是因为 对我们也穷啊 但是我们并没有走上理财的 可这是一个动力 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动力 这是一个动力 对这是一个动力 然后你就从 然后从这个 你说在财讯 然后之后就开始 去 去学投资 学投资 对 那因为就是你 你自己工作上 就会接触到 接触到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你其实是 感觉上是有点优势的 就是你在那个领域 你好像有一些 天赋 这个天赋 当然每个人可能觉得 他天赋很高 我可能 我觉得我只有一点点天赋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的兴趣非常的浓 对 那要怎么 那要就是说 那要对于市场 要有敏感度 还是要怎么样 其实 对一般大部分的人来说 我们的 这个要怎么样去培养 自己这方面的 投资的能力 投资的能力 其实有分几个啦 第一个就是你的观念嘛 其实我觉得 投资其实最重要是观念 对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个性 这很抽象 什么叫做观念 投资的观念就是 你必须要一个很正确的 投资观念 对 那这个正确的 其实它必须要配合 你自己的个性 因为有些人个性 它是这样 就是说 我是一个比较保守型的个性 我的正确投资观念 我就是一个多元配置的 一个投资观念 对 那这样当我的投资做法 然后跟我的投资观念 符合 跟我的个性也符合的时候 其实我赢的机会会比较高 观念到底是什么 就那个观念到底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投资是这样 就是说你到底是投资 还是投机 所谓的投资 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 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健的 多元配置的 属于一个稳稳的 像巴菲特那样子 滚雪球的方式 这是一种投资 对 那有一种就是 它是投机 投机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说 我希望很快 短期我能够提高我的报酬率 那我们很清楚吧 风险跟报酬是一个 一定是一个相对的 相对的 对 对 你高风险一定是高报酬 对 但是你的心 希望是高报酬 但是你没有办法忍受高风险 这个时候 你的 你的投资行为 可能就会属于一个高风险 但是你的 心其实是一个 希望是一个保守型的投资 那你面对高风险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很起伏 当你很起伏的时候 其实你很容易在里面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你在选择 比如是主要以股票为准嘛 你选择股票的时候 是 你的方向是什么 其实阿图有一个就是说 他 他会研究这个家公司的体质 这个是一定要的 这一定要的 对 就是说不要随着这个市场派 大家的在那边去 去起伏 对不对 所以其实选股 他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他比较 你如果选了一家 选了一只好股票 选了一家好公司的话 他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市场的 还有这个情势的变动 比如说 在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 他可能会受伤 但是他会回来 对 对 就如果这家公司体质好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是投机的话 你其实只是为了赚价差嘛 如果你是投资的话 你其实会看比较长线的 就是这家公司长远的一个 他的发展 然后 当你看到这家公司长远的发展的时候 你可能会 会考虑到 就是说 这家公司是不是三五年之内 他其实有一个发展性 这家公司的CEO 是不是 他的整个理念 是不是你所喜欢的 还有这个公司的领域 是不是你所熟悉的 其实这点也很蛮重要的 有些人对于 比如说他喜欢 电子股波动比较大 你喜欢电子股 但是你对电子股的产业特性 你对电子股的里面的讯息 你对电子股里面的资讯 还有他的技术能量 其实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 其实不容易在里面赚到钱 因为他是一个波动很大的一个 一个公司 你可能 你可能选错公司 选对公司 就是上天堂跟下地狱 就差别就很大 但是如果你选一个传宠产业的公司 他就是一个稳健 他没有太大爆发力 他是很稳健 然后公司如果很好的话 就是公司的CEO很好 他就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长线标的 通常会是这样子 所以投资 投资 你刚刚说第一个是观念 对不对 然后看这个性格 好我们来听一首 这个跟投资 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了 只是我很喜欢这个歌 那个是很多人可能已经淡忘他了 就是唐小诗他唱的结果 桃子栗子三年 柿子要八年 柚子九年才结果 梨子这个笨瓜 要十八年 爱的果实沉在海里 天空中的叹息 明星的与人相遇 要一万年 桃子栗子三年 柿子要八年 柿子九年才结果 梨子这笨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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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十八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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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果实沉在海里 天空中的叹息 discrimin 灵星的与人相遇 正隆子 灵性的与人相遇 灵性的与人相遇 穷衣外面 灵性的与人相遇 摇衣外面 陵性的与人相遇 桃子栗子三年 獅子要八年 柳子九年才借過 栗子這半光 啊 要十八年 愛的過時辰在海裡 天空中的叹息 年輕的與人相遇 有一萬年 有一萬年 作詞・作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讓人輕輕的唱著 淡淡的汽車 就算終於忘了 也值了 說不定我一生捲滴一念 交信會成河 然後我兩個字一端 望著大河彎彎 終於敢放膽 細皮笑臉面對 人生的膽 也許我們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 新春特別節目 我是尹乃金 今天請到圖書會 來跟我們聊 怎麼賺錢 怎麼理財 我們都很喜歡李宗盛 所以特別挑了李宗盛的山丘 因為剛才我們在聊 就說我們是飛碟午餐了 所以這個比較明亮一點 對 中午的時段 對 否則的話呢 歡樂 對 否則的話 有的時候 比較晚的時候呢 聽到李宗盛的歌的時候 會有一點這個 就心情會有一點複雜 會有一點觸動的感覺 觸動的 觸動 不見得觸動 觸動的這個感覺 李宗盛也是我們這個世代 大概必聽的演唱會之一了 是 沒錯 對 我們兩個人啊 我跟阿圖兩個人呢 就真的是很好啊 我們去聽那個羅大佑的這個演唱會 那就是過往的青春的一個回放 對 然後因為大佑呢 他完全不一樣了 就是他有了女兒啊 然後整個人就是一個溫柔的大叔 所以 以前在那個年輕的時候那種 帶有革命的革命的聲音啊 或是革命的那個氛圍啊 對 即使是同一首歌 唱的氣氛也完全不一樣了 心境 我覺得是心境的差別 心境 對 就完全不一樣了 而且現場的這個觀眾的 反應也不一樣了 對 其實是 就你在唱一個這個 鹿港小鎮呢 好像是一個懷舊歌 對不對 就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 是真的懷舊的感覺 對啊 就是他以前唱那種 那個鹿港小鎮 然後再對這個時代的一種 不管是階級或者是說什麼的 不管你對這種控訴 但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了 就是不一樣了 就回憶以前的年少輕狂 對 但是就是回憶 就是回憶了啊 然後他唱那個愛人同志 也就 也不是革命歌了 但李宗盛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 李宗盛他總是在 記憶人的這個心情啊 特別是他自己的歌 而不是說他替比如說像 陳淑華啊或什麼啊 寫的歌就不太一樣 對 他唱起來也都很不一樣 對啊 唱起來的感受其實跟遠昌 他寫給誰 我覺得那個唱起來的感受都很不一樣 對 大哥是李宗盛有他非常厲害的地方 他有一年辦這個演唱會的時候 就我也訪問他 然後當然別的主持人也有訪問他啊 他為什麼在別的主持人的時候 那麼的搞笑那麼歡樂 在我們在這個接我訪問的時候 就快流淚了 發生什麼事 我們到底談了什麼樣的話題 勾起了什麼樣的情緒呢 好 這個阿圖還是要來擅盡這個責任啊 然後在我們的以往的這個過程之中 告訴大家怎麼樣 這今年的投資啊或是選股 你有些什麼樣的建議啊 今年投資是這樣 就是今年一定是一個非常動盪的一年 對 就是 是因為美國選舉嗎 其實也不是因為美國選舉 是因為真的去年漲幅太大 對 雖然就是說 去年 今年基本上以全球的經濟來看 它還是一個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 算是有一點點休兵的那個狀況 那我們也看就是說 其實中美貿易大戰 也讓兩國在科技上面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競爭 這個競爭其實就變成一個資本的投資 這個資本投資對全球來說一定是一個正向的 對 但是這樣一個正向 然後你搭配上就是全球因為這個人口老化 以及去年漲幅真的這麼大的狀況之下 其實一定它是一個動盪 因為今年等於是一個高原期 高原它本來就會動盪 所以其實大家就是心中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感受跟體會就是說 基本上今年它一定有報酬率 但是今年報酬率會低於去年 然後今年的動盪會高於去年 對 所以請大家就是除了就是 基本上一定要 第一個一定要多元投資 第二個就是說你可能要配 股債的比例呢 股債比例 股債比例基本上股市會比債市多一點 大家一定會覺得這樣很奇怪 對 因為你為什麼要投資債市 債市是因為你為了平衡你股市的動盪 對 讓它的波動率降低 那動盪的時候難道不應該比較多的在債市嗎 但是因為債市的報酬率實在太低了 以今年目前美國十年期指標公債殖利率 它最高就到2 那最近因為就是最近又掉下來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譬如說我十年只有2%的一個報酬 但是你以台股的台股的殖利率平均就是3.8 所以我們覺得因為去年大概4點多 因為台股去年漲幅這麼大 所以它的殖利率下降到變成3.8 但是3.8你相對於美國十年期指標公債殖利率 它還是一個很高一個3.8一個1.8 多個2%嘛 對 所以這個會牽動到全球退休資金 它的一個資產配置 它的資產配置它可能會挪一些到一個比較穩健的 對 所以包括像 包括像黃金其實去年到今年也算是有點漲幅 但是今年大家還是會希望能夠你持有一點黃金 去做避險 避險第一個就是說剛剛提到就是一個是波動 第二個是因為美元會變弱 就是大家在觀察今年的美元就是 大部分的看法是說今年美元整年來看 一定是相對是一個弱勢的 它不是非常弱 但是它相對是一個比較疲軟的一個狀態 對 那黃金的話相對會是一個比較強勢 因為美元跟黃金它有一個比較相對的一個狀況 就是當美元比較強的時候 黃金通常會比較走勢會比較疲弱 那當美元比較弱的時候黃金走勢會比較強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為什麼要布黃金 是因為黃金基本上第一個它是一個避險嘛 第二個它是一個平衡你整個投資組合的波動率 的一個投資組合 對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股債平衡 然後多元分配 對 那股的話 就是股票的部分的話有一個方向嗎 股票的話因為去年的科技類股漲幅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今年你還是要做一個平衡的佈局 那傳統股是因為 傳產股是因為它去年漲幅沒有那麼大 然後加上你像台售四寶 其實去年算是相對 相對台股來說它是相對是比較疲軟的 對 所以今年 今年的話基本上它可能就比較容易有機會 對 因為我們 你以美國像美國這些銀行他們通常會做一些 比如說未來是去年漲幅最大的 跟去年漲幅最差的 像高盛就有做一個去年漲幅最差的大型股裡面 我選10檔 然後今年的話我來做這邊投資 發現你其實今年都會有一個驚喜的報酬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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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說找一個好 就說它的本質是好的公司 但是它去年的表現較差 對 朝這個方向來去投資 對 它會有一個驚喜 喔 有道理要的 這個是 這個是做一個這樣的一個 那另外就是科技類股 因為我們的主戰場在科技類股 所以科技類股你一定還是 還是要有一定的比例 你才能夠提高你的報酬率 是的 希望這個今年呢 您的投資也會有驚喜 非常謝謝阿圖 今天來跟大家聊 他的這個理財的心法 就是一些觀念啦 希望呢 對您有幫助 最後我們就來欣賞 上海彩虹合唱團唱的這首歌 我喜歡 這是一個很好聽的歌唷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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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的青草 我喜歡 我喜歡 我的庭圆和一旁 法代的修仙 我喜欢种下的名声 我喜欢晴秋的明月 南下的阳光 漫天的星辰 我喜欢与佛的亲王 我喜欢山间的心房 我喜欢种三个广广的小谷 亲吻的水族光 我喜欢晴晴的夜光 我喜欢与佛的时光 清风的舞台 远处的灯海 我喜欢乎人的城市 好红路 谁和你躲在长长的头发 我喜欢不仅天上南方的秘乳 我喜欢爱过门前的荣出 我喜欢不仅天堂 我喜欢不仅天堂不长 我喜欢满月的夜光太早 我喜欢不仅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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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飞上西点天堂不仅天堂不仅天堂 bond 我希望你 应该也知道 我希望你 应该也知道 我希望你 应该也知道